請坐 請坐 大家動心 大家學員 大家平安 大家好 今天是禮拜 尤其說你們已經上兩天 所以今天這個課 它是改精華 在這個我要講課以前 你們今天領的資料 我告訴你們 這本中國國情報告 它是對中國的政治 還有牧場這幾年來 它內部的 應該說是機密 這寫得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你們這本一定要看貨物 看知道這是在寫什麼 因為你如果處理之後 很多人 你如果說什麼 他會怕 因為他對中國會怕 你如果本來研究得很清楚的時候 你可以用角度來跟他講 他就比較不會怕 在裡面 因為內容很多 你沒辦法背 你就是記他的意思 你可以自己寫一個筆記 比如說第一條是什麼 第二條是什麼 這本可以解決中國很多問題 第二個資料 這本天皇陛下聖誕著作團 這本是我們這本12月20號到24號去日本的時候 收下的內容 這是安博前跟日本最新的消息 要讓日本的政治界 日本天皇 知道的內容裡面 裡面有日文也有英文 所以這本你一定要收 因為你如果有讀到日本的 或是公英語的 這本你就用得到 因為他寫得很簡單 我們幕前的台灣的國際地位是怎樣 這是要跟外國人說的 這本該合行 現在這本台灣國際地位 他就是在跟我們說 現在我們台灣是什麼地位 日暑美戰 一直在說這兩個國家跟我們的關係 所以這很多人都在問我 要跟我們說的法術是什麼 其實這本你要讀 你就要了解裡面在寫什麼 你用你的意思去說 因為你們剛才開始在跟我們說 不用說太多 說農所有就好 這本很重要 這個是一般發的 這個是一般發的 好 現在你們還有拿到這個DM 對不對 前後 你們拿到這張的 我們還有另外一張 你們有兩張對不對 你把父輩起來 對 很好 對 然後你就大膽你們家的牆壁 因為這是什麼 你所有的朋友來你們家的時候 你所有的基準 馬上看到這兩張 你就能說 因為這是很簡單 上面我們台灣民政府 介紹我們的內閣成員 還是說他的一些資料 都很清楚 他如果看到你的編排 他會覺得說 我們已經進入軌道 做這個工作是很專業 所以兩張你把父輩起來 其他的講師 他當然是有一些文章 這個 其實我們的所有的講師 大部分 他們都有什麼找在那裡 所以你們下課的時候 你去看看 像郭牧師 他這個歷史的研究很多 對台灣歷史的研究很多 所以那裡也有很多找 秘書長的當然有很多 總理的 還有其他的人 其實我們台灣政府要起來 這些人都是工程 所以你如果可以 你現在就要保有他的書 這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 還在談剛才的秘書長說 那個基就是這基 譬如說我們有一組 一組四基 對不對 你如果房子沒那麼大 你誰沒有這基先掛出來 海軍陸戰隊 這基 因為我們這邊這個 剛才做了一千分而已 這將來不可能一直做 因為這是軍事 軍事不可能說家家夫婦都有 那是現在初期 各位是建國的工程 所以這有 所以我是覺得說 你一定要先買起來 放在廟間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每一個國家 大概國外都知道說 這基仔插出來是什麼意思 標示說 這個身份的人進來 就是這樣 你不用說話 你就把它插起來 為什麼人家的國家 他都要用國旗代表 他插在外面 就是在跟你說 我現在是在做什麼 那基仔就插起來 所以 美國跟我們說 他要進來 我們基仔要插起來 就是這個意思 你不用說話 人就知道 還有很多外賓 國外的人來對不對 他看你插這個基仔 他就知道說 什麼意思 他都會知道 像我們去國外 聯合國在開大會 的時候 大家國家的基仔都插起來 當然你就知道 這幾個國家都來了 所以 一個國旗 代表一個國家 這是很重要的 你要想想看 台灣有 那麼多人在幫我們保護 你都插起來 他說 台灣這樣 什麼勢力都有 都出來了 所以這是我們目前的優勢 所以台灣秘書長說 醫療的 很多人想要搬來台灣 為什麼現在很多國外的台灣人 都要回來申請新聞情 因為他們都知道這個意思 所以你們要了解 好 今天我要講的主題就是 如何壯大我們這個TCG的組織 TCG就是我們台灣政府 現在我們一定要說台灣政府 那個人不用說 這個台灣政府 當然要有一個政府的架構 因為1月2號秘書長接到統帝說 要怎麼正式台灣政府 所以正式把美國提出這個申請 這個正式公文可能兩個月才會下來了 所以在這個兩個月裡面 要怎麼更快把這個架構下出來 但是目前我們已經有分了 這是因為不會正式變成台灣政府 我們是怎麼分的 比如說我們有分這個國務院 參議院司法院三個對不對 因為我們這個軍事外交國防 我們不能管 這是美國軍事政府他在管 所以他是我們的頂頭上司 他管這個部門 所以我們的黑雄隊就是他在管 所以我們的黑雄部隊 是領美金的 就是這個USMG這邊管 我們這邊行政單位就是TCG 現在叫做TG這邊管 現在目前我們很忙的就是 國務院這個部門 他們國務院裡面 現在目前最高單位就是我們的總理大臣 總理大臣一邊有兩個單位就是 有六部委員會 在幫他協助決策政策問題 所有國家的政策 這六部委員會 像我們的自然團 在研究這個決策的問題 那我們的秘書長 他就是在協助這個 這個東西 我們總理就是在執行 總理會這樣 目前我們中央內閣 差不多有分33個大臣 什麼交通啦 財政啦 體育啦 健保啦 還有領務啦 教育啦 財政審計 規劃 很多的這些 這就算是行政單位 對不對 這是目前我們已經有分了 我們中央內閣也有這些人 因為我們有事情運轉了 我們中央內閣已經開閣了 事情運轉這個東西 每一個人要寫那個施政報告 也都寫起來了 現在交到總理那裡 他在整理 並做白皮書 因為美國要怕交這個 執政的白皮書 所以我們中央要先寫出來 就是在寫這些東西 然後 我們的體制將來是大概會做美國製的 所以有參眾兩院 所以我們會比較有州 我們台灣就是什麼 宜花東州 台北州 新竹州 台中州 台南州 高雄州 還有宜花東州 還有高砂族自治政府 高砂族自治政府 他的區域從北到南分佈很多 但是他的領土要看什麼 看日本時代 他們投降走的時候 他們留下來的地基土是什麼 我們是根據那時候 來規劃高砂族自治區的範圍 他們的法律是自己管的 所以我們規劃要遵守他的法律 這就是他自治政府的做法 但是他的地位是跟各州是平等的 他雖然是一個獨立單位 因為他的體制比較不一樣 所以這就是這樣的做法 那六大州裡面 他有各州 對不對 他這個法律 就是相當類似美國一樣 美國算是有很多州 我們體制就是類似這樣 所以各州裡 他的法律是可以獨立的 州長可以制定法律的 就是說因為各州的情況不同 他有各州的法律 當然中央 他要依循中央 但是他各州又有一個各州的法律 這是會走美國這個方面 但是你這個體制 因為我們是 職地是日本天皇 所以我們也會走日本的這個牧場 他們要修改這個憲法 牧場修改的這個內容是什麼 我們會參考 就是說我們裡面 要跟日本這邊也要接軌 美國也要接軌 這樣我們對應的單位比較一樣 你才有對應單位 所以各州來說 牧場如果在台灣 他算是說 你各州的政務事務要穩定 中央就穩定了 所以現在就是這樣推動各州 像談論秘書人在說 我們趕快把人找到好 新聞證什麼 這是各州要去推動的 所以你們雖然說 你們有最過的初級班在抓手 你看看 你有過半 對 你如果剛才來最高級班 不會最初級班 拜託你下一期趕快補 因為我們現在的作業很快 他要給你 看你要規範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一個月之內 可能就要做 各州很重要在哪裡 因為你們有看過我們的宣傳車出力嗎 有看過出力的抓手 你看看 好 有看過我們的報紙在補的抓手 你看看 那就有很多人看 所以你要知道 我們做這個宣傳 是一直做一直在做的 但是這個基礎 這個基本是在各州 在散佈的 所以 大家你們都是來自各州 你們回去後 你們一定要跟你們各州的這個 組長 或是他的總部服務處去聯絡 因為他會把你教說你要怎麼做 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州 州裡面有一個州長 原則上 因為要推動這個業務 基本上我們可以任命十個副州長 這十個副州長 他要協助州長 拓展這個組織 定期開會 然後協助就是說 下面還有廳長 廳長要怎麼去找他的人 這是副州長的職責 因為他就是要去做州長交代的事情 因為事情很多很多 所以我們可以分區負責 比如說我是高雄州 高雄州 高雄縣市 高雄縣市 屏東縣市 恆春半島 澎湖 這都是 像澎湖 他算得比較離島 所以目前高雄州 澎湖 澎湖 不及其他 現在澎湖 要怎麼去 就是台灣 不是有很多 澎湖同鄉會 對不對 你們去食材澎湖同鄉會的人 用這個同鄉會的人 來推展去澎湖 怎麼說呢 澎湖 澎湖 他那裡 因為比較閉塞 人口少 他的地理位置 沒那麼好建設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台灣的人 過去那裡 所以 像在一個組織的發展來講 這種離島的 這種的 我們一定要打團體戰 比如說你食材 你有朋友還是親戚 沒關係 你先給他資料看 當然他可以看網路最好 教他怎麼看 之後呢 你要跟組長協商 就是說 我怎麼來做比較好 組長就跟你說 不然你先欺負一些人 三個五個也沒關係 組長這邊 也組織一團人 一個team 不然我五個六個 做個過去 跟你說這個 說明這個法理的問題 現在我們去的時候 有可能 他是三個五個六個不管 我們就先讓少數人先知道 先建立 這個少數人 知道這個台灣政府 這個法理的問題 現在這個少數人 他如果知道了 他會再找人 就是這個東西 要想這個放射性的 慢慢的慢慢的處理 你一開始 你沒辦法說 一個禮堂 全部人叫來 辦一場演講 這種的法 比較粗 所以你一場演講 下來之後 可能 最多的一個 兩個 不然就都沒有 因為你大場的演講 他沒有辦法私底下 跟你一對一的溝通 所以 初期 大型的演講 請不要 你一定要三個五個 你慢慢拖 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澎湖 澎湖的同鄉會 裡面 因為白到南都有 看你們有辦法去食材嗎 一個一個叫出來 因為 同鄉會 他有一個共同處 本身 他的團結性就很強 他這個 收地獄性的人 他這個團結就很強 所以 一定要找這個朋友的人 下去 把這個地方 慢慢慢慢 像這個社區性的 慢慢拓展出來 因為 過去 台灣人 為什麼 都放通地 因為我們 沒有團體的關聯 我們都是個人 我要做什麼 所以我們台灣裡面 很多小企業 我要做什麼 我就開一間公司 還是我開一間店 下去旁邊 但是現在我們不能這樣 我們要有團體的觀念 就是說 一個店 三個五個六個都沒關係 組織起來 然後 你 研究什麼 你研究什麼 研究什麼 大家說的範圍不一樣 對不對 集合起來 你去這個地方 你就是很強的 就是像 螞蟻熊邊 因為你的力量 大家去分擔 你不用說 一個人 為頭說到尾 所以你力量一分散 大家都專精於那個部門 他們來什麼 對不對 我們去職業 你這樣職業 講什麼 當然很好講 一直講 這種成功率才會高 所以 不要做浪費時間的事情 當然 你現在在家 如果你要練習講 那是沒關係 我先抓你來練習講 一個一個講 其實真的要去成就 要怎樣 三個五個講一個 這是最好的 因為 如果你要一對一 這樣說 他會覺得說 台灣政府怎麼只有你一個人 你怎麼說 他就是看到你在說而已 你形容說 美國怎樣 日本怎樣 怎樣 他會覺得說 他都沒有看到 那個image 那個感覺沒有 所以有時候 這樣 網路拿出來 電腦拿出來 秀給他看 這就是怎樣 所以基本上 最好是 你們要炒作這個電腦 你有筆電 你在講話 你隨便把他抓出來 這怎樣 所有全世界的資料 裡面 你就可以利用 他跟他講 甚至我們離島 我們去跟他平衡 這個筆電拿去 我們就是這樣 開去跟他講 所以各州裡面 一定要成立一個 電腦小組 有 會有 像現在高雄組 我們有一個總部 現在就是這樣 拜訓 這個 會到演講之後 過 一文 一文之後 有一個組合 一個小時 就是給他打電腦 打電腦就是說 有的人他有筆電嘛 你就拿來 然後就打 這就是說 我們要深入這個小單位 每一個人 他都可以獨立作業 你什麼都會 你出去 就像你是一台電視 你就開始播放了 所以這是各州現在在做的事情 曾有在問說 是要怎麼說 要怎麼做 其實各州都有在做這個事情 你們怎麼去接觸 你就知道 現在平衡這個地方 你看 你電腦也有 人也有 這個人的小組 還有這個工具也有 現在三個五個 打電腦的時候 還有很多人的時候 差不多二、三十個人的時候 這樣就可以過一半演講了 因為他如果二、三十個人跟你認同的時候 他們就要開始去接人 接人之後 我們就是去要扮一張演講 比較大型的演講 我們就把秘書長搶走了 所以 我們用的步驟就是漸進式的 先打這個市場 起了 有人之後 秘書長後面比較起 你去想看看 這個步驟都是這樣 你不要自創 有的人會想說 我感覺這樣才好 不好 你要參考 參考成功的例子 你才會節省時間 我們就這樣 扮 你一張大型的扮下去之後 下去風洞嘛 他們之後 他們會說 什麼時候有扮一個什麼 我們就是變成這樣 這九個月扮之後 就看當時又扮 就是不定期一直扮下去 之後 到最後這個地方 如果大部分人都知道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交給他們做了 就交給當地了 所以如果 他這樣的情形 我們去跟他扮 這樣的時候 因為扮現在的最高行政單位 我們是一個郡守 因為 州長一桌裡面 會分這個郡守跟市長 這個郡守是什麼 你們回去看現在的信封 信封後面有很多鄉鎮 鄉鎮 那麽一個鄉鎮 將來就是我們一個市 裡面有一個市長 市長 我們會根據這個人口的分配 譬如說高雄州 這個 齊山 駿這家 人口加起來 譬如說差不多在那二十萬 我們就成立一個郡 還有一個郡守 裡面的鄉鎮就是市長 譬如說有七個市長 這個郡守就是官七個市長 所以郡守跟市長跟組長一樣的 他就是管理單位 管理單位 所以這個 你要找郡守 他一定要有管理的能力 市長也一樣 他也有管理的能力 組長、郡守、市長 這都是管理的 組裡面 我們還有差不多三十個廳長 對不對 我們跟中央也對應 組裡面 組長旁邊也有六部委員會 他也有秘書 紀要秘書 他也有發言人 什麼都有 他的六部委員會 跟中央的六部委員會 是對應的 他們就是都要直接開會 我們各州有三十個廳長 也是跟中央的大臣一樣 中央的大臣內閣 他的政策出來之後 他也是要讓組 這個廳長 所以他們這個 譬如說農業大臣跟農業廳長 這是對應的 他們開會的做會 你中央跟地方才會結合 就是用這樣的設計下來 那所以 組長下來之後 因為他要看嘛 所以就分佈了 郡首、市長 那以現階段來說 說實在 現在大家一定要去找 那麼多郡首跟市長 你看信封後面有多少 你就是要找那麼多的市長 那你這個市長你找得好 我們就更容易產生俊首了 因為裡面可以再算嘛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鄉鎮 你們都要去找市長 那你要怎麼推薦呢 我告訴你 你如果覺得他人品不錯 教育水準先別說啦 人品不錯 還知道他這個可以做事情 還有那種比較沒有阻殊的心 因為我們大家會來做這個 台灣政府的事情就是說 比較沒有阻殊的人才會做啦 我們盡量找這樣的人 有能力啊 我們給他推薦 推薦給組長 組長會含他講 講完的時候 我們就叫他來上課 因為現在市長要推 要趕快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用推薦的 你沒辦法 又在那裡找來找去 你就找可以了 所以要怎麼把這個人找出來 組長他會知道說 這個有辦法嗎 再來 我們各個地區 譬如說 你住在台南 你不一定說 你介紹的人是在台南 他可以當做台南的 只要是人才 白禮隊都沒關係 他不一定就是住台南的 像你各組一樣 譬如說他高雄組 他是住在這個鳳山 也能把他派去屏東 這地區我們為什麼要把它拆掉呢 就是說 你一個地方完全是不一樣的人 去那裡執政 比較沒有包袱啦 不然你有食材很多人 那有包袱嘛 那有包袱嘛 所以我們會交叉運作 所以你賣灌啦 你食材什麼人都沒關係 只要是人才 你給他推薦出來 那就是派了 那因為將來 秘書長說 兩年來要解決這個交通問題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高鐵 他上班很快 絕對是 你如果是 租裡面 絕對是 一點點裡面 就讓你交了 那你如果看租 譬如說 你高雄 到 台中可能 一個多小時而已 你到台北 可能兩個 兩個小時之內要讓你到 就是說你這個交通 不會讓你超過兩個小時 你跟花蓮也一樣 不需要讓你超過兩個小時 這就是要 要解決說 你住在台北都沒關係啦 每天 坐高鐵去上班也沒關係 這就是交通的這個命 像我們那個 那日本東京的時候 他的地鐵比較方便嘛 要坐一堆很方便耶 所以都是一點點裡面 去很多地方 這個交通解決了 你的工作地點 就不是問題啦 所以 我們現在比較重要 是這個人才 所以我坦白說 那是離島的做法 對不對 那如果你本島 我們台灣境內 要怎麼做呢 各州 現在有在辦這個演講 像以高雄州來說 他一禮拜 他有兩天 拜他跟拜四 拜他就是會到兩點到四點 有兩點鐘的演講 有的講師是說一點鐘 就有兩個人 如果說兩點鐘就有一個人 接著 我們為什麼要教一本呢 我們教一本的老師 都是裡面的學員 他自動要教的 因為就是我們教和 基本的關係嘛 所以簡單要教嘛 然後呢 我們總部就要給他們吃飯 簡單吃飯後 我們就有一個州務會議 這個州務會議 就是跟大家說 所有的事情 現在台灣政府裡面 所有的事情是什麼 要讓所有的學員知道嘛 所以我們就直接 州務會議開 州務會議開一點點之後 我們就會留一點點 讓他打電腦 你們有筆電的人都拿來 因為我們就是要為簡單 讓你知道 這個你不用說你年歲大 沒關係 我們裡面也有很多年歲大 他現在筆電拿來 我們就跟一個年輕人 會教 一邊不行 沒關係 二三個月也會教 你慢慢慢慢 你自己教 這就是 這個州務的 他的運作 他會這樣 我們拜就是這樣 然後拜是 他有的人上班 所以我們就會把這個 演講拜日圓夜 六點到八點 這上班的人 他就是可以圓夜來 曾祕書人跟我說 他開始 從後禮拜要下鄉 每一禮拜 去一週一天 現在去高雄祖就是拜三 所以他就是 下禮拜三開始去高雄祖 去高雄祖 圓夜七點到九點 他為什麼要下鄉呢 就是說 讓你們方便 你找新的朋友 他沒辦法直接到這裡 我們就就近 祕書人下去的時候 你都帶新的朋友來 拜三七點到九點 各週都不一樣 有可能台中週是拜四 反正一到四 各週都拜一天 五六日就沒拜了 所以要怎麼理用秘書長下鄉的時候 你把新郎都帶來 你就會加速他的時間 他如果聽了不錯 他就會來這裡上課 也有很多人給我反映說 為什麼我們在這裡上課 不能有很多地方 南部也有 對也有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認證的問題 美國 他對我們這個法理學院 有一個認證 你說你的地點 你的地點要多看多大 你的設備要怎麼樣 所以我們在這裡上課 他們都有看到 所以這樣的方式 你沒辦法每個都做 所以只能集中在這裡 我們的法理學院 除非我們完成四千個在這裡 一個人完成 我們家就併著教育學院 所以雖然說大家比較難 來自每個地方 但是你要了解 只有這樣才能集中管理 他才有效果 你如果分散太多地方 大家標準都不一樣 對嗎 你講師也不一樣 你就有差 所以集中這是很好 所以為什麼一個 知名度很高的學校 他就是要集中在這裡 你如果有的學校分校 太多 已經很多分校出來了 那師資都不一樣 那是有差的 所以大家要了解說 為什麼要來這裡想 現在各周有這樣的運作對不對 然後各周有宣傳車 他會出來了 一直走 但目前我們走的感覺 效果最好是什麼 宣傳車開開 開到一個地方停 這個地方有很多人 我們就有一堆五個六個 就一本傳單 順便解釋 因為我們會問問題 然後當場 要有一個主講者 他可能拿麥克風 在那裡稍微說一下 是怎麼樣 反映大家來了解 順便又公佈這個消息出來了 我們在中部有什麼會 反映大家來申請新聞證 為什麼要申請新聞證 他就簡單說一下 這種方式 在那些人比較多的地方 他可以這樣做 所以這個DM 這個宣傳單很重要 我們就可以不定期去做 我們各周也有做的 你們在世上的 你們就去掛 去噴 因為怎麼說呢 現在的台灣人 要噴大 你如果把這些宣傳單 都夾暴 夾暴這樣出 雖然看沒有效果 他的動作垃圾 又把它丟掉 所以沒辦法夾暴 一定要課案 這樣一個一個拿出來 雖然說很笨很慢 但是這種好個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要用笨 笨的方法 有的人想要很天真 這個最好的 回去 很簡單 我跟他坐一台遊覽車的人來 一台四十的人 坐來不很快 大家都去坐一台 但是你知道嗎 沒有成功過 有人這樣想去坐 但是為什麼都沒辦法 坐一台遊覽車的人來 你們不知道什麼原因 會有人知道什麼原因 當然這是其中一種 但是世界共通的就是說 四十的人的時間 會有可能都一樣 那個時間可以來 你照的人 就算他有心動 你們這四十的人的時間 不可能一致 坐這台遊覽車 第二就是說 大家的生活不一樣 他要不參加以前 你要把他集合起來 這個很困難 除非他已經知道 已經是學員了 你太有辦法 不是的時候 你沒辦法坐一台遊覽車 所以這個人的想法很不一樣 所以掌某人建議說 要怎麼做 要怎麼做 其實想法很好 你去試 你去試 不成功 就會知道那個原因在哪裡 其實 我們面對 我們面對 很多人 講到很多地方 所以什麼問題都有 知道什麼會成功 什麼會成功 那都知道 當然你們剛才接觸的時候 你的手法很多 感覺 不然來公圈 那公圈算是很大 很多人 把它拆下去 跟他們說 但是你回想看看 如果是你 你是那個觀眾 你的那個人 走來到那裡 看著才有人 這樣 一個桌子 兩個人在那裡 發來發去 在那裡分傳單 請問你怎麼會 當中跟他申請新聞證 對不對 不會 因為他周遭的工具的設備 都不夠讓你感覺 他是一個政府 你要怎麼在那裡 申請新聞證 所以就是說 是怎麼 這個大公司 他在推出一個商品 他的包裝很重要 這個商品要怎麼包 我電視要怎麼公告 我總公司在哪裡 我的形象是什麼 都要包裝 包裝好之後 這個東西 才在包公司在賣 這個品牌 要讓你知道 你才會去賣 這個前置作業是很多 所以不可能 你在那裡排一個桌子 你說排一個桌子 人就來幫你搶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形象問題 一張新聞證 他是大事情 對不 比較有可能 來講不搶 對不 所以你怎麼去 你如果在想一個想法的時候 你要去 退回來想說 這樣人會接受嗎 反正你啦 你是那個人 你會接受嗎 這樣你在想事情 就會比較實際化 就有辦法做了 所以目前我們在做的這個方法 什麼會都有 但是 會成功就是說 你一個想法很好 你再退回來 你變成那個人 你會怎麼做 你要常常這樣 這個事情靠我都做 這是很簡單 再來就說 好 各州之後 他有辦這個演講 什麼回答 各州為什麼要有一個辦公室呢 辦公室也有一個形象 這要出來 搭這個東西 國旗 那兩張相片 裡面的桌椅 都要有 讓來申請的人 感覺說 你這是一個單位 裡面有人 在接待 在回答這個問題 你來申請新聞證 你也才會感覺說 這個地方就是在申請的 所以為什麼 沒辦法說 很簡單 譬如說 你去引導申請 你去收監 這都是前置作業 要完成蓋桌後 他認同後 靠法度這樣做 譬如說 他已經認同了 好 他跟你收監沒關係 他認同了 你去引導也沒關係 在要不認同以前 你這個包裝的形象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要叫你插國旗 學員如果說你回去後 你都插國旗 想起買 你可以做一件 蓋好的事情 功格 很多人請來來去去 對嗎 這個 這個可以插這支 這個可以插這支 這是什麼意思 我跟你講 你會引來好奇的人 跟你問 那就是要讓人來問 你把國旗插起來 讓人來問 其實 檢察現在大概不會來問 之前 檢察都會來問說 您可以插一下 但是我們跟他講完 他都沒什麼 都沒有下文 但是 我們現在是民眾知道 你要讓他問你 你如果沒有插出來 他不知道要去問什麼 他也不知道有這件事 所以我是覺得 各位插出來就是功格 這是很好的一個標杆 像最南部墾丁公園 所以全國的人都會去 對嗎 我就在那裡插機 我也在海報館的後面插機 所有的人去那裡玩的時候 都會看到那些機 這是怎樣 所以你們家 如果住在那些 觀光地區 你路要插 因為這麼多人去 你就是要讓他看到 你的秘書很有名 所有的人都會看到 那間才會插 你的無形中 你的知名度 全國都知道 我們就是要讓人好奇來問 然後你們家 還有帶那間店 你可以讓總部拿資料 人家來你就給他 其實怎麼有一種心態 安心中不要有壓力 譬如說我跟人家說這件事 說完後 他要接受不接受 沒關係 你不要想起 有的人看人家沒有接受就想起 一直去 越說越大聲 變成爭吵 這樣你會給他嚇跑 他就沒了 他根本就不想再下去了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生氣 現在我跟人家說完 他沒接受了 沒關係 再下一位就好了 你看全台灣兩萬三千萬人 你是說不完 你絕對說不完 你們家的朋友親戚 你也是說不完 所以沒關係 這些沒接受都會跳過 反正我們是要找什麼 跟人家一樣 會接受的就好了 他剛才要四千萬人而已 他不是要四萬萬人 所以你只要找出這四千萬人就好了 這不是太簡單 你把它找出來 因為這四千萬人是 他要去買之後 老公就慢慢找 所以這四千萬人很簡單 有的人跟我建議說 那要怎樣 乾脆登報 應徵 不然就怎麼 四千萬人很快就來了 但是美國不需要怎麼做 我們是要說 因為我們將來 大家都是政府的官員 你不是用機會來的 你也不是應徵來的 對 你是因為你自己有那個心 要來參與國家的事情 我們要看是這個 不是那個應徵 不然公司的應徵很快 所以我們就是要 大家的心比較重要 不然你全台灣 你要找這樣 有心的人你要怎麼找 就是一個一個去找 這是沒辦法說 很多人叫來 這樣找不可能 因為這種人 就是一個一個說出來 你才會長久 將來你執掌政權的時候 因為是你自願的 你要了解 你要去買服務的 你才有辦法做政府的工作 你如果說 不是像以前 中華民國這個官員 這種心態 我們就不用換政府了 所以我們現在去買的 做法很不一樣 就是說 不要去那種政府 那種人來做工作 所以我們就是要改變 所以你要了解 你叫去買的人 是怎麼去買的 很重要的 盡量跟我們一樣 你才有辦法做的 所以我們現在各州 在運作 有的人說 他才會這麼慢 我不認為是問題 怎麼說呢 本來全世界 比較沒阻塑的人就比較少 大部分都比較阻塑 對不對 比較阻塑的人 一聽你這樣說 就說 這騙人的 這怎麼 因為沒有利益 他這個團體也沒有利益 所以他就種種 很多理由都出來了 你這個 比較沒自私的人 比較少 你要怎麼去尋到他 你就是跳過人過 這樣找 要找看 有這樣的人就好了 所以說 不用想去 因為 比較不會阻塑的人 他本來就不會想去 下去找這個就好了 這樣你就沒有壓力了 對不對 所以不要說 你的朋友才會都說不怕 你就會想去 還是怎樣 都不要 有可能 他跟你不一樣 你就再找找找 其實我跟你們說 你不要吃 預設異常 譬如說你現在 要去找他 你不要先算而已 他絕對不會 他絕對會 千萬不要 因為那個結果 常常是相反 你怎麼會記住 你要執心 直接就說 我要找他 我就是找他 這樣你比較有辦法 接說 不然你會覺得說 到底是要說什麼 說不出來 那就是說 你沒有執心 你就都不要太多 你要找這個人 你跟他之間 就是很直接的說 我今天要來跟他講什麼 你就說說說 為什麼要這樣呢 我不知道 你如果有讀過心理學 還是研究這個EQ 你要知道 人跟人接觸的時候 你中間 不要有障礙 最好 你如果有想法 譬如說我要找他 你開始在想說 我是要說什麼 他不知道怎麼想 要接受 這都是障礙 你這條線 你就把自己射線 當你這個話說出來的時候 他接到 是經過好幾道障礙 所以他聽到的時候 沒有那個直接的感受 他把你那個障礙的頻率都輸進去 是你不知道而已 這個過程的頻率都輸進去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跟一個科學家在研究 用動物去研究 他們有 不是說他們對這個火 假設叫三噴花 你對這噴火說 喔!這個火才會開得那麼漂亮 才會那麼好看 對第二噴火就說 哇!這台那麼壞都要冷氣了 沒有效了 第三個說 我看這個讓麥犬 把它揉起來 隔天你再去看喔 看這三噴 看對一個比較漂亮 第二 這個是有做過科學研究的 第一的最漂亮 它會越開越漂亮 就是說 它這個火本身 它是有生命的啦 它聽到你的言語 它很高興 它會一直起來 生命力會一直旺 這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對一個人在說話也這樣 你如果一直讚美 你覺得它很好 你的心也是這樣想 我跟你說 你們兩個的交通很好 絕對成功 因為這是一種無形的力量 其實這麼多的這個國家的認賞 還是大企業 他們不是只有做生意而已 也要研究這個啦 因為喔 不是說你能力更好 你再做事情 這事情就會成功 不是這樣 你有很多 不是人為因素可以控制耶 那你要怎樣 那你就要用非常人的方法 所以現在是怎樣 為什麼現在很多人研究 心理學啦 宗教啦 精神啦 各方面 就是說 很多人已經覺得說 很多事情不是人可以處理的 不是人可以去解割的 那是怎樣 用其他的方法 可以解割 就是有證明了 三米會三米會 可以的方法 所以我是覺得說 那些人也一樣啦 是怎樣解割的人 他說 他剛才進來 他說 我讀書也沒解割 我也沒有解高的能力 但是我跟你說 這種人往往是怎樣 他很會推薦人 他很會介紹人 這樣就好了 你很會推薦人 你推薦來把人去講就好了 你不一定要你講 所以就是說 人家說行行出狀言 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優點啦 他就專門介紹人就好了 你專門說 就是有你不一樣 因為不可能每一個人 都做一樣的事情啦 一定你就是分給他不一樣啦 有的人很會做行政的啊 你如果沒有這些人去做行政 你這些資料不出來了 他不可以讓我們拿出來 所以一定要有人做行政 有的人是很會說的啊 你不讓他出你講 讓他介紹人不去拍嘛 你很會這個遊說 跟他要怎樣讓他 了解這個東西 發理的東西 這演講你很會說的 就你來講這樣 所以你已經要分工合作啦 這個團隊才會供起來 所以一個酒裡面齁 我們什麼人都要有啦 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他也不好啦 但是要怎麼看他的優點 有可能他脾氣差 做事情也差 什麼都差 但是你要找出說 他有哪一項優點啦 到底他的優點裡裡齁 你就去凸顯他的優點給他起來 一直 跟他說你的優點是什麼 他自然會往他的優點去啊 所以 不好的東西會變得很好 所以不要去排斥 任何一個說 我這個團隊裡面齁 他不好 我跟你們比較好 盡量不要去分座啦 因為你有時候 你也要有改派的人去 去處理這些事情 有的人改派對不對 就要改派的人去說 你如果很溫順的 你可能說不怕 所以每一種人都要有啦 這一個團隊 我們是說你要文將武將 有的人是文武雙全 這些人都要有 你這個組織才會強 所以一個州裡面 他的職位齁 譬如說六部這個委員會 他們是在擋頭下的 他們有什麼 什麼單位 決策委員會 安全委員會 情報委員會 農改委員會 還有紀律委員會 這些委員會裡面齁 他就是在擋頭下的 我農改要怎麼做 譬如說將來 秘書長是說 要走農業精製化對不對 現在你們想 農民什麼都賺不錢 為什麼我們台灣的農民賺不錢 因為齁 像美國來說 他們說 他們是農作大 大企業化在做 大 所以他有人企劃 有人生產 有人包裝 有人設計 有人行銷 這是一個這樣的單位在做的 但是我們台灣 他比較沒有這樣做 所以每一個小單位農民 他賺不太多錢 他可能 譬如說我 我賺一家庭 或是五分的東西 我就來賣這些東西 他們比較不會說 現在有一種什麼叫做經紀人 你知道嗎 他沒有土地 他也不會賺 但是我很會連結 你是一家 你五分 你三分 你幾分 不管 我家家的 我要找二十家的地 二十家的地 要種什麼 要收成什麼 好 我找好了 你們都去種 種種的 我找買主 現在我找都好 你要新銷到美國去 這幾十家的東西 讓你新銷 中間包裝設計企劃 還找另外一個人來設計做 原來那個人就是全面做連結 這些環環把它扣起來之後 這幾十家的東西就賣出來了 對不對 這個人也不會做 但是他就有辦法賣那幾十家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在說的就是說 每一個人要扮演你的優點 到底你是適合做什麼 你要自己想 在這個單位裡面 你到底是適合做什麼 你要跟組長說 你要一直含他說 他就知道說要跟你排在哪裡 因為我們這部太多 你知道嗎 四千的也不夠 譬如說我們第一排 四千的分了的時候 裡面還有分 分什麼副的 你們是正的對不對 還有副的 還有什麼什麼 一些單位的 那些都還沒辦法分的 就四千的分了的時候 會比較要分嘛 所以你如果沒有 組長很了解說 你的優點他對對對 說實在 因為面對那麼多人 不知道要怎麼排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因為我們還要在 很長的時間來做這件事 因為我們還沒有執政的經驗 我們就是要利用這篇 比較快 看是要怎麼執政 所以這就很重要 所以我建議各位 盡量跟你的組長聊天 談事情 不然你也要跟副組長 還是比較資深的人說 你一定要說 你不要點點都沒有接觸 你不好 因為既然你已經進來了 你就是要進一分力量 你就一定要說 因為不管他把你分的職位 是你教他還是不教他 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怎麼說呢 你如果接這個職位 你去做之後 你就知道說 你如果適合就繼續做 不適合你也會凸顯出 你到底適合做什麼 那個是可以調的 所以你不要不敢講 但是你也要知道你的優點在哪裡 你不要說你的優點是這個 結果你要做這個 你會做得很痛苦 因為怎麼 譬如說副組長來說 他也是一個要有領導力 他要組織能力 你如果沒有辦法發展組織 你就不要做副組長 因為你的做得很痛苦 你的腳都沒有人 你要怎麼帶人 聽長是什麼 聽長是執行單位 譬如我是農業廳長 你對農業 你很有研究 這個人要怎麼找出來 第一就是說 以農業來說 做你是這方面的專家 你也選擇多年了 當然你可以說 你來做這個也可以 但你會說 我做也不管 我教育程度也不管 我雖然可以做政策 政策 政策 但是我教育程度也不管 我說沒關係 因為我們現在初期 是食物經驗比較重要 因為讀書 是說給你摘這個事情 但是實質上 也是你要去做 靠好 所以例如這個食物經驗 安倍的是這個 你的人品也不錯 這就是安倍應的 農業廳長就拜下去 你現在農業廳長 你會說我讀書不高 沒關係 副廳長教育水準 他選比較高 對不對 他就是在替你做這個行政 旁邊還找這個秘書 你不要打電腦 你不要做什麼 沒關係 秘書兩個請下去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是 那個當頭要怎麼做的人 旁邊就是 看要請幾位 就去做 領導就是這樣 怎麼可以用人 所以這四千的就是 訓練你要怎麼用人 這比較重要 所以你要找的人 是這樣的人 另外一種人 他覺得他的教育程度很高 但是沒有實務經驗 這要怎麼 這比較怕會造成空炮彈 他的一堆理論 很多理論 但是就是做不來 這要怎麼 這就是你的腳的副手 一定要去找有實務經驗 互補啦 反正正副廳長就是互補 就對了 你腳沒有這個 你就是找那些人 就去互補 所以為什麼 一定要接納跟安保一樣的人 你一個團體才會強 不要都找到你一樣 譬如說 我就很會寫文書 我找的人都是寫文書 你什麼要做 就沒有人要去做 所以一定要互補 這個 這個就是要會好管理 會好管理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愛會好營人 因為營人真的是一門學問 很大的一個學問 你如果要營人 我教你一個方法 你去看 譬如說你是農業廳長 你去看人百周的農業廳長 是怎樣用人 他做得不錯的 你要看 你去找他講 我們一定要不此下問 你覺得他不錯 你就去看他講 你是怎樣用醫 是怎樣怎樣 看他的發展怎樣 都參科百人 在你賣那些衣情 一定要模仿 去模仿說 他到底是怎樣 才可以做這個事情 這很重要 人家想說他已經成功了 我們把他的借鏡客來 我們就先成功一半 省力嘛 這樣做 你一定會贏過他 你節省一半時間 你在當中你會覺得說 我要怎樣又更好 一定那個想法出來 這個發明者 他不是一開始就要發明 他是這樣 做到這個 改割這個 做到那個 改割那個 改割很多事情 把它融合起來 就是他的東西 他發明的那個東西 所以我們大家 都有發明者的條件 是你會好用到不會好用 所以 所以是怎樣 那日本人 他的企業 很注重這個研發 他連那個小小的那個 紙條 他就研發一大堆 因為 他那個國家人很多 地很擁擠 他們剛剛說生存很困難 那他就會針對個別的事情 要怎樣去 去精細的設計 可以探知 其實每個國家的民族性 都看得到 但是我們台灣人的特性是什麼 我們台灣人的特性 比較粗 對這個做這個事情 比較不細緻化 就是可以完成就好 這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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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會提升更高的階層 反正完成了 這是怎樣的 因為這樣以前 阿嬤那一代 更高的時 因為生活比較困難 所以就是 都是 食衣住行 都是比較辛苦 所以他們為到下一代 都很打拼賺錢 都很辛苦 所以他就會把下一代 教的也是這樣 好 所以定義說 我們所接受 我們的上一代的東西 會造成我們的個性 你如果說 有個國家 他就更豐富 就更有錢 當然他在教育下一代 一開始就不一樣 就是很美好 像說美國 他是怎樣 他的教育一開始就是 讀書拜日到拜祀而已 五六日都沒有 不然就是小學讀書 只要讀書 時間很短 但是我們台灣人 小學生 也是要讀五點 可能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不用 過來就是要讀五點 拜五也要讀 剛才休息六日而已 這就是我們國家的教育 就說 你們怎麼認真 不然你們沒辦法 以後出頭天 所以整個設計 都不一樣 現在我們台灣政府 秘書長是說 要完全把我們台灣人 個性改過來 要怎麼改 他說先由教育開始 要用二十年的時間 全部把我們過去 所有的這個 都改過來 所以他有配套 有一連串的配套 像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他們的民族 他們是比較低 都比較低 低低 現在他們都比較高挑 為什麼 他們就是 學童改造 你跟越遠的人通婚 你這個學童的變化比較大 然後會比較聰明 因為越遠越好 所以為什麼 以前中國都淨親結婚 對不對 那都不好 會有生出來的孩子就不好 就是你的學童要扣 所以 以後二十年之後 台灣人都不是生成像我們現在這樣 就開的都改變了 基因改造 對 這是好的 他怎麼說 人家說 非常的破壞 開始非常的建設 你沒有整個都破壞掉 你心的不進來 所以我們將來 我們的這個都市計畫 地區新社區的這個規劃的壁 怎麼 造證 譬如說我現在這裡 這塊比較空洞 我全部設計 這裡要給五萬的人住 設計好 設計好 建設計好 這裡的人都被廢掉 都給搬來這裡 但是你不用花錢 政府啦 政府有計畫的這樣造證 譬如說你 你本來這裡有家 政府給你賣了 你就來這裡 所以你一點都不會吃虧 因為我們將來台灣很有錢 這個錢一定要用在人民的身上 給人民貴流更好的生活 因為你如果更好的生活 請問你怎麼做壞事 對啊就不會嘛 我一切都很好的啊 我還要幹嘛 這就是政府要做的 所以為什麼一些歐洲的國家 它比較先進 比較好的國家 它為什麼比較沒問題呢 因為十一住行育勒 都不用煩惱 這一切都像 生來就是這樣 它不用再去解割那個問題 不像我們台灣 有的人還要去賣玉蘭花 不然菜市場就很早要出來賣菜 或是說沿街 蓋擠垃圾 還是說撿垃圾 為什麼 擠垃圾 你看很多人都這樣擠垃圾 對嗎 為什麼人民會變成這樣 就是你這個國家 都沒在照顧人民 現在是變成怎樣 所以我們的國家 你有感覺如果一九九死 你會覺得很不一樣 買票啦 造勢啦 每年一直說一直說 所以我們的政地 今天走到今天 这个改变是因为 他十三年来 所感觉台湾的政治败坏 所以不管是对一个国家 如果有这样的政情 一定有人要推翻 不要说是台湾 任何一个国家都同样 因为人类 活在这个人世间 世界 有的人 你信奉基督教上帝 或是神 他们都也是跟你说 人要做好 你人有灵魂 有这个灵性 你如果灵性败坏 破灭 所以你人的世界 你如果一直做到败 人的世界也是破灭 这是对应 天地这是都对应 所以我感觉说 人那一人会说 巨头三尺有神明 你不要因为 没人看到你做不好的事 其实我们做什么不好的事 我们天地之间的理 自动会给你 有一个记录 我们像一个过姿 你这个人的过姿力 都给你记录起来 这是我们人不知道而已 没想到说 好人有好报 坏人有坏报 他这个报应就会出来 当然有的人 他也不相信这个 但是有点 跟他科学 你一定要相信 你做很多坏事 你会不会一辈子很好 不会嘛 最起码你心里都不安 对不对 你睡也睡不去 吃也吃不好了 所以这个做坏事 不是说人不知道就好了 他是跟着我们自己的良心 所以 是怎么一个政府 他要用的人是较好的人 像新加坡李光耀 他当时是 执政要改的时候 也很辛苦 但是 他很严苛 他连吃孔香糖 吐在地上 也要罚款 他一直抓到 他要让新加坡国家 都很清晰 所以你随便吐一个东西 好 看到罚款 他是都用法的 罚罚罚 你如果犯罪 他就是给你辩判 他就是 要观察你这个人 坏的因素去掉 变成好的 就是说 你就不会去 造成污染垃圾 你就要怎么变好 他是用法 来让你依循 像美国也同样 日本也同样 我要在你这个国家 法要摆前面 台湾是情摆在前面 那不同样 所以你要看全世界 你国家要关掉好 罚一定要在头前 因为 没法都派一个人来 来跟他说 你要怎么 你怎么 没法 一套制度在这 罚在这 你们大家都要这做 不然你做就是会怎么 大家无形中就这样依循 对不对 最简单你看交通就好了 如果没有红绿灯 大家都冲 请问你的车要怎么开 没法打开 因为他要开 你也要开 大家都冲 所以就要有红绿灯 你要怎么遵循 这个红绿灯 这秩序交通秩序就出来了 这就是要像这边 我去印度 达赖喇嘛 去访问 他在德兰沙拉 他是跟印度 做一个 山坡地 这样起来 那个国家 很奇怪 他刚才一条路 不是说两台车 可以收闭吗 不是 我如果开来到这 你也开来到这 我们两个就面对面 你看怎么开 他们的路是这样 他那个达赖喇嘛 他那个山坡的路是这样 所以他就很乱 你知道吗 你开 他也开 旁边又有人在走路 然后旁边又有摊贩 整个都急着火 所以 虽然说他没有造成交通事故 你知道他怎么开 还有大象牛 你走来走去 他怎么开 我拉到这 他也拉到这 要怎么 你要这样 旁边又有人 这个人先撤退 他们两台车 慢慢慢慢 往这边开 往那边开 慢慢慢慢 操到了 一天当中都是这样 你看他们 Teams 做什么 就很满 你这个交通 我会记得我们 roller specjal 去得打落 海岛 我們差不多十二點 吃飯吃到一點多 開到辣的辣椒 英文十一點 十一點鐘 你看 但是那個路程 如果在台灣開 不用來 台灣可能兩三點鐘就完了 你看開到這麼久 因為他就是沒有規劃 隨便你們存在現場的狀況 讓你們這樣 這樣去吵架就對了 這是落後的國家比較安逸 但是你如果整個好 算是很快的 所以就是說 我也希望你們現在 平常是你們出的 你們也要觀察 培養觀察能力 就是說 看我們台灣的交通 你是怎樣 你自己感覺 如果你是交通廳長 你覺得要怎樣改善 比如說 好 你去百會公司 你去洗百會公司 你去洗的時候 你要想說 這種百會公司 你會賺錢嗎 什麼東西 比較暢銷 什麼東西沒有暢銷 我是怎樣 要讓人可以來這間百會公司 你有覺得現在百會公司 吃的啦 用的 都一大堆 三塊對不對 都一大堆 你所有的東西 你如果進去之後 所有都來裡面解決 要倒腰 就可以在裡面吃 連現在醫院也是這樣 醫院那百會公司的 吃 什麼 都會有 為什麼會變成說 醫院不像醫院 百會公司不像百會公司 什麼都不像 全部都是集合體 因為現在的人 忙碌到什麼程度呢 我們台灣的7-11 可能是24小時 你看 一間店24點鐘都在開 你看 你這個人力 浩資 可能要三班啦 有的人 全門大夜班 都沒在睡對不對 你這樣那麼多間 大家營養都沒在睡 這個會造成一個社會問題 這麼沒在睡的人 身體一定壞 壞 他們就是去吃很多營養食品 還是吃什麼 他現在晚上沒有睡覺 白天說明睡覺 晚上活動 他的人的顛倒 日夜的顛倒 現在就有很多人這樣 他的工作都日夜顛倒 所以你會造成社會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說 他說 他有很多大的百會公司 還是說大型公司 他都到差不多六點就要關了 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的貪有夠錢 不用生活那麼困難 我們就是六點 大家都來休息 健康比較重要 所以他們的百會公司 都六點就關了 你餐廳呢 多多是七點就關了 吃到七點就關了 他們都是休息啦 你沒有夜生活啦 你也沒有說 出你逛街啦 什麼的 都沒有啦 越先進的國家就是這樣 他就是讓你白天 讓你早上來 可能你五點就起來了 還有這個四點 像英國 他們都很流行喝下午茶 你把你四點起來 你上班一直到十二點的時候 他們就稍微吃一下 會倒兩三點的時候 還有一個下午茶 吃這個 稍微上班就下班了 這個生活為什麼要這樣呢 就是說 你的國民所得 你有到那裡 你不是說為了我多做 我可以賺多少錢 不是這樣 所以他會覺得說 這個過生我的生活品質比較重要啦 不用說 像這樣加班五點之後 還要加班到八九點 甚至有的人到十幾點 一般我們的工作 加班一直加班做到這樣很晚 說實在 我看 很多企業裡面有這樣 是 你目前看到是他賺到錢啦 但是幾年後 這個人沒辦法還可以 因為你耗資太大了 雖然說他能力很好 你一直給加班 加班做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他身體出問題嘛 出問題一定要休息嘛 你公司就損失一個人才嘛 因為他要休息 所以很多公司都一直高層的人員 到母親都身體出問題 休息 休息 你就沒辦法你培養後面 沒那麼健康的銜接嘛 所以很多大企業會產生這個問題 在國外他就這樣啦 這個大企業裡面 我們像一個生活圈啦 他裡面就是說 你家庭用品都有 你喝下午茶 你要吃早餐 午餐 晚餐 還是說 讓你可以運動的 還是有養舞蹈 還是說 有幫你推拿的 有什麼 一大堆公司裡面都有 你現在需要什麼 好 來 你來做什麼 現在這麼多大企業 幫你推這樣 就是說 不要讓你太累了 你是動腦的 動腦的人 他就是需要讓你休息 你累的時候 要可以輸一下 這就是他已經把你扣入 就說 你這個人是有生命的 他不能給你耗盡 就像說 我們現在台灣政府要起來 以後你們會感受到 我們不是跟現在的政府一樣 朝九晚五都坐在辦公室裡面辦公 不必啦 你要有一個電腦啦 你有一個電腦 你走到哪裡都沒關係 因為我們的開花是電腦嘛 我們的說事情也電腦嘛 簡訊啊什麼有的 所以 你會真正感受到什麼叫自由啦 我們將來台灣政府是要做這樣 所以你不用怕說 你的工作是在哪裡 這是要讓人 感覺說 我們辛苦到那麼久了 在現在這個階段 政府可以給你什麼 就是要讓你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生活 讓你覺得我是人 我過這樣的生活 因為我們去跟民主黨跟美國交的時候 依人權 你把我們台灣人放到這樣 到底是怎麼 怎麼讓人關到這樣 這你要負責 所以我們現在的人權抬頭了 要讓我們人民真的感受就說 你在過什麼生活 所以譚盧秘書長有說 我們將來台灣太好 因為我們是研究這個法例 我們的目標就是法例 為什麼譚盧敢說 我們可以訓練總統 因為你是一個很好的制度 生活的人民裡面 這人民的不一樣 頭腦會開始 正正講起來 會開始恢復你原來的潛力 他過去我們都被壓迫嘛 你不能做什麼 你怎麼怎麼 都被灌嘛 你沒辦法把你人的潛能 真的發揮出來 現在他讓你改好生活之後 你就開始把你這個人的潛能 慢慢一直釋放出來 你全世界要有這樣的環境不多 你如果人可以保養到那裡的時候 其實總統人才就出來了 這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是怎麼一個國家 他在說 你如果沒有為人民著想 你這個國家 早晚會被推翻 因為你的國家是人民組成的嘛 不是你一個人 不是剛才政府嘛 是人民嘛 所以是怎麼那麼重要啊 所以我們大家齁 其實都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你要想看看 你這樣證明 如果我們大家都過了改好了 這個國家會強嗎 一定強嘛 因為我們都改好嘛 你會想要去幫助別人 你會想要去幫助別人 你就會付出啦 大家都是為別人設想 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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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 這個人跟人之間就會很和氣 像我去日本幾六邊 我覺得說 他們的上流社會的日本人 是怎麼會和氣呢 因為他們過去有受他們的日本教育 這樣一直起來 所以他們保佑他們的特質 就是對人說話會和氣 處理事情怎樣怎樣 讓跟他交談的人很舒服 很舒服了 算是 要怎麼處理事情都很容易 所以我覺得這個精神 我們可以學啦 不用太強 也不用說很強勁 但是我們就是很真誠 這樣就好了 說什麼事情 就可以了 其實 你說為什麼這麼多人 中國會怕他們 因為中國都跟他們打 對吧 都說他努力 他的武器怎麼都打 打到一些人會怕嘛 他們是很怕的喔 中國的方法就是很怕 讓你怕的啦 你啦 但是喔 他就像一隻紫老虎 他是外表很怕的喔 但是你去那個國家裡面研究 你們有那個中國國情 你就知道 他裡面是虛的 空虛的 他的汽車喔 他可以模仿各國做很多拼白的汽車 但是開桌就打贏了 所以為什麼人說 中國桌不愛用 他們就是模仿外表 沒模仿到他的精神 他那個裡面 那個媒角 抓不到啦 啊 日本人很厲害 他的媒角喔 他沒隨便跟你說啦 所以你要學他的媒角 為什麼日本人都要 中日合作 中美合作 什麼合作 日本人就是我全部都交給你 他就是跟你合作而已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做研究的人知道喔 你若不是那種特質的人喔 他再答案給你 你也不要做 日本人就是法國就坐啦 我又跟你說 你也不會完全做 因為你的特性跟我不同 所以我們兩個做出來就是不一樣 就像同樣一幅畫 那一幅 台灣那幅畫 我們現在大家都來圍啦 大家都來圍這幅喔 我相信大家外圍都不一樣 因為這樣頭腦不一樣啦 所以喔 模仿 你要模仿得很真要怎樣 你的特性要跟他一樣 你才會模仿得很真 所以這都有技巧的啦 所以有的人喔 看人賺錢喔 那是奇怪 我會 我知道那個什麼 譬如說 現在7-11賺錢啦 喔 他會想說 我也來開一個像7-11賺錢啦 你也很好了啊 但是喔 這樣你就會失敗 現在做一個很好的企業的人在那裡 錶帥在這裡啦 你說我喔 要完全跟他做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呈現 這大部分會失敗啦 為什麼說呢 因為你考量的 不是他呈現出來的賺錢啦 你要考量說 你跟他的特性有一樣嗎 還有你的財力有一樣嗎 還有你的種種的組成的條件有一樣嗎 你才有辦法去做這個喔 不是看人賺錢 你去做的一攤 絕對賣啦 所以喔 一個國家也好 企業也好 你要做得很好 我們要先看這個特性 像我們台灣秘書人說 到時候我們的政體喔 美國也要用 日本也要用 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畢竟我們不是完全的美國人 也不是完全的日本人 所以你拿來之後 一定要符合我們的民族性下去設計 你才有辦法用這個東西 啊不然你沒辦法用 因為你就不習慣嘛 不習慣你就不辦法去用啦 所以 一個發明家是什麼呢 這東西都拿來 啊他把它組合 編排 啊要怎樣怎樣 呈現出他的東西 是這樣 所以全世界喔 無中生有 這個人比較厲害啦 現在全世界 如果你可以找到 這個是無中生有的人喔 他做什麼都很成功的 啊別說無中生有啦 我們先天條境的三種人嘛 喔 先知先覺 後知後覺 不知不覺嘛 你如果可以找到 先知先覺 後知後覺的人就不錯了 你就 你在這一生當中 你在做的事情就會成功啦 所以我們一個組子裡面喔 啊一定的什麼人都要打的 就像說一台電腦 這個平板裡面 什麼費都要有 要怎麼把這些人撩起來 把它放下去 啊這做什麼 做什麼 做什麼 因為你教育的 跟財政的不一樣嘛 交通 水利 農業 什麼都不一樣嘛 你一定要有 不一樣的人進來 啊 啊所以是怎麼談到秘書長一直在說齁 你怎麼盡量去找齁 這頭腦比較清楚 啊 這麼多人頭腦有清楚啦 但是他不知道買對發揮啦 啊 你要把這種人找出來啊 啊 啊 你要把這種人找出來啊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在哪裡啊 啊 你就要靠你的嘴巴一直跟他講一直跟他講啊 所以一個組子的管理喔 不是說我用一套方法就好 喔 你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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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 一個組子裡面最好的就是 每一個組成元素的特性都要抓出來 有一個制度的依循 啊 是為什麼什麼 呢 都愛有這個邏輯性 合理性 我們的改例啊 這些人辦法做啊 不是說我們一套命令 這些人都要做啊 所以需要你們當一個人討論的時候 你要知道 不是一套命令就好啊 你了解這些特性 nearly 啊 你的法要怎麼出來 你的制度 要怎樣出來 我的政府要怎麼出來 这是安耐思考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训练这个领导者 现在一直在跟他们说 就是说你现在生活周遭 你所看到的东西 你要站起来 你要站出来 用这种角度下去看 如果是你在处理的 你要怎么 你恰恰要练习这个角度 你将来你在执掌这个单位 你会驾亲就熟 你都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说什么话你就知道 企业诊断就是这样 你听很多话 你要知道这个要怎么处理 那个要怎么 都是这样 现在你可以练习 为你的家庭开始练习 你家的人 发出什么问题 你就要知道 是这个上义是什么意思 不一定是他说出来的理由 通常理由是在背后的 他不会直接讲 就我们想说他自己说 爸爸你给我三千块 我要去旅行 你会觉得三千块太多了 欠太多了 是怎么要三千块 他不想跟你说 他为什么要三千块 他就说 我就要去旅行 让朋友也有去 同学也有去 我就要三千块 你说你不去 那不可以 那不可以 你不要去 那不可以 他说不可以 我一定要去 但是他没有跟你说出 他怎么要去 那个原因是什么 所以我们一个领导者要这样 听人说话 要知道他背后的意思是什么 通常那个意思是没说出来 所以一个领导者在处理事情 他有时候也不能直接把话讲出来 这就是说 这深层的处理 不要用热门 有很多中下阶层的 他就是 堵住的事情 就热门 他一直把你妈妈的 这是怎么 你是怎么要这样做 怎么怎么 这两个也是这样 但是你不要用妈的 你爱想说 我是要怎么跟他说 他不会想起 然后可以接受我的意见 你怎么做的就是这个 要去当头脑这个 你如果可以做到这样 说实在 你的管理很轻松 你也不用坐在那 八小时监督都不需要 有时候一通电话就好了 因为人喜欢被尊重 你不要给他打坏他的面子 这个很重要 然后加强优点 你人就带你做工作 所以很轻松 所以也要做领导者 就是说 你要让他们 可以带你做工作 他们要出头 不是我们要出头 我们不用去证明 说我们很厉害 我们证明那些人很厉害就好了 因为你带的人都很厉害 自然你这就很厉害 我们就是带人 带人很厉害就好了 我们自己没关系 这是领导的最高招 所以你看 全世界元首 他不用亲人去做那件事 就是这样 那不用他去做 所以你看 有的人主管做得很轻松 有的人做得很厉害 他说 我好累哦 我又要怎样 我明天整天会开会 然后我又要打电话 我又要去哪里开会 我要干嘛干嘛 如果 如果一个领导做 他还没用 都跟你说这个 标识说 他的领导不及格 因为你不知道要怎么用人 才会让你一个人你这样摸 对不对 你不需要用人 因为我们一个人有限 你不可能一个人 所有的事情都你去做 但是你还要背拥 跟你同样的人 让我带到演讲 对不对 我又背拥很多人 跟我同样带到演讲的人 好 今天我们要去队 自己本来 台北 台中 新竹 高雄 台南 花莲 台东 澎湖 都派一个去 同一个时间 这些演讲同时举行 所以不是很好 你不用一个人 走到那么多地方 这就是 我们要发挥 这个领导能力的时候 所以将来 你如果接着的时候 你也是要这样想 我这个单位 我要培用什么人 你的重点就在那里 对不对 你才不用一段 去发言说 有信任没有 有什么没有 我跟你讲 你要用他 你就要信任他 要不然就是不要用 你更不会浪费时间 你要猜疑 在一个企业 一个团体 尤其是政府来中 不能有猜疑 跟你同样一个单位 如果你哪有猜疑 你这个单位 会疲疑本命 都在处理这些问题 你没办法工作对外出力 真的没办法 就像说你现在办银钢 你人家又给你报告 说那个怎么 你还要去处理那些人的问题 你没办法办那些银钢 所以要怎么把它分开 那工作的功能性要分开 我这组是银钢的 这组是行政的 这组是业务的 这组是什么 都总要分开 你只要跟不一样 做的人开灰就好了 但是你要做到这个程度 你必须 你要经历很多的失败 你知道说 这个经验就是这样 你也不能说 你什么都不知道 就在那指挥了 你会变成什么 外行领导内行 所以你的单位里面 你如果感觉说 你对某一个部分 外行 譬如说你农业在外行 你一定里面要账有内行 农业内行的在里面 然后你听他的意见 你记得给你建议 这是怎么怎么 你听 听没 就又问不一样 所以你如果在处理农业的部分 一个听没 你问10个 账10个来 10个问 你对这个观感如何 问10个人之后 我相信你会有一个决策 因为领导者 虽然说你决策 不能下跌下去 但是一旦你下了决定 你不能乱改 因为你要改 一定要有证据 不能说朝夕令改 我今天会知道 我可以跟你改 这样子你会让底下人 无所依许 他后他会跟你听 他说 那不用听 明天他就再改了 会变 所以一个领导者 千万不要乱改 这个很严重 你会让一些人 无法信任你 会这样 所以领导者 他背负的 谈多说 三个先天教 这个以外 你后天的培养 譬如说 你见识很广 你的心胸很广大 你也国断力也好 责任感也好 你这个EQ也好 又再来 你这个文化的气息 不用太好 三个都太好 这是后天 你也可以去补墙 对不对 但是 一个领导者 他又改重了一部分 他要有充分的休息 你不能一直处理事情 没在休息 这样你处理到一个程度之后 你的头脑就发挥不了功能 会停顿 所以人们在说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就是说 你如果需要休息的时候 你一定要休息 不过有的人说 不行 我很不容易 我一定还要做什么 如果你到了这个阶段 我建议你要休息 你要放弃说 没做这个不行 那个感觉 你会觉得 明天这顶没有我去不行 这种你就要放弃了 因为 当然我们一个领导者 有分层次 大A A 小A B C 大A 就是说 这个决策者的制定 像秘书长就是都在做这个 A的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说 内阶大臣 组长 开始要执行这个东西 这个小A是什么 各州有这个副组长 他要协助组长去完成这些事情 B跟C是什么呢 阶层的 分层管理 你不能都一个人包办 这都一贯 你不可以 我说下去 这一层你负责 他再讲下去 你那一层你负责 但是他这个层层相扣要开花 要有一个衔接 所以我感觉说 一个 我们现在要推动这个组织 各州要这样 你一定要不定期 还是定期的开花 衔接这些人 你不能放 好 我跟你说 这个你做 你下去做 等到时间到 在这个之前 你如果没有验收 这都出问题 就像说 举例说明 要办一天 一专业成功的演讲 像那边 安高雄祖办 这个内阁成立大会 跟参会 这个演讲 你能知道 办一个演讲 成功的一个演讲 前后准备三个月 要三个月 你来内工作人员 开花又开花又开花 然后这个工作怎么分配 还要排演 还要做什么 你还要邀请外宾 有的没的 这都要有人去处理 这就进入细节 我们要让这个花 更成功就是说 这个各部门 付籍的人都要开花 因为你们是要衔接 你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做什么你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就是要开花来讲 不断的这样 这样掉 这前后要三个月 这个场才会成功 有的人不知道 就说 一个星期就好了 这个星期我就要办一个大会 我跟你讲 因为一个大会不是我们一个人 可以办的 是结合很多人起来办的 所以要怎么考虑到 每个人了解的程度 比如说我知道 这个接待要怎么做 问题是你的标准跟我没同样 所以那做出来的利利落 就像说我每一边出国 在考察还是接洽的时候 当然我有感想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 出国以前的前置作业 我们这边是要去做什么 目的何在 这要让大家很清楚 去接洽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达到目标 这个原因在哪里 是不是有人破坏 还是说我们接洽的人的成绩不高 或是怎样 这也要了解 再来说 翻译人员够不够 再来要知道对方的诚意够对 就是说 一次很好的成功的例子 不是单方面的 也不是一个人 因为我们一出的都 一个team 既然的人 你要完成一个工作 大家扮演不同的角色 台上台下 也有不一样的人扮演 所以就是说 我要请大家 你要了解你的特点 到底我是适合扮演台上的 还是台下的 你自己要戴清楚 我是适合主讲者 还是主持人 因为这两个都要介绍讲话 主持人也介绍讲话 主讲者也介绍 你是对一个 你也要戴清楚 再来说 你是行政的 还是业务的 还是说技巧技术的 专业技术方面的 你都要知道 像长武有人跟我说 他专业是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这都很好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让你的组长了解 你的技术信力对 这很重要 如果在派人的时候 我们马上可以想到 这个会派这个去 一定要这样 再来我也会鼓励说 每一次的学员 你们都要向上 设施 你们尽量去交换名片 如果没有名片 留下通讯地址 怎么说呢 将来在这个政府单位 你们有可能会对到 有可能会向上 有业务往来 人是这样 见面三分情 你有设施 会比较好说 所以 你不要看清自己 现在坐在这里 你们都将来的官员 你要怎么做 所以我感觉说 一个人价值的提升 就是说 你要先重视自己 你是一个最好的人 你就是有能力做这个事情 你一定要跟你自己这样说 你不要去怕 如果说 我没有做过政府 我也没有做过官 这是要怎么做 千万都不要这样想 你就来想说 你一个家庭而已 一个国家 就是一个大家庭而已 有什么 你这个宅室要出来 你要怎么出来 你要常跟不同的人讲话 甚至陌生人都没问题 你就是去面对 你别怕 你就是一直去面对说话 一直说一说 说到有一天 你的胆会增加 有的人 你在学生时代 上台演讲算不怕 对吗 不敢说话 我告诉你 这种人 你就是越叫 那些人说话 陌生人一直说一直说 说到没了就不怕 而且要怎么办 比如一场这么多人 你要把每一个人当成一个萝卜 看就好了 你不要把它弄成是人 这里种好多萝卜 你就不会怕 如果你是近视 你就把眼镜拿掉 拿掉你就没有看到了 你就不会怕 所以这是方法很多种 所以人在训练这个 人在训练一个 人在训练一个 演讲都是怎样的 你害怕的是什么 把你这个因素去掉 你而已 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 所以 我也可以比这个 很厉害 因为我听过 那几个人告诉我 他小学毕业而已 没有训练 家庭主妇也没什么 但是后来我感觉 他敢告诉我 他怎样会比他敢告诉我 因为他没有想很多 他就执行说 好 这个好事我就是跟你说的 所以他自然 侃侃而谈 自然自然来说 上次 美国有三四个 几个月回来 他妈妈大概六七十岁了 他也说 他都不会像你会大 但是我就给他鼓励说 你亲和力很好 你就这样说就好了 结果 他有向我作为日本 结果他这样亲菜 说一个陌生人 人家就相信 因为他没想到他 他就想说 我就给你训练 我给你讲一讲 所以他没有心理压力 所以通常这样说的事情 不要有心理压力 是最好 因为你如果有心理压力 当你要说一句话出来的时候 你这个跟他想低调的 你跟他想没法做自然说 会变成的 所以我感觉说 我跟他说 他也跟他妈妈 你在教孩子的时候 你也是要这样 你不要跟他想他很坏 还是说他什么话都不要 你就是很直接 你想要让他知道什么意思 那个心给他说出来 有时候小孩子是听不懂 但是那个频率 会种在他的心内 慢慢慢慢 他会改变 所以现在有一个潜能训练的课程 都是在教这个潜移默化 要怎么潜移默化 其实都不用用方法 台湾政府要做得好 不用用方法 就是你的执心很重要 你就单纯的心 你感觉要这样做 这样就好了 你不要想太多 然后你担到很多问题 你要常常回到原点 因为你要想看看 政典也是人搞出来的 管理也是人搞出来的 是怎么要有政典跟管理 因为政典是管理众人之事 你就是乱 所以我就需要政典来管 你这个管理是怎么 一般的人就是你法 你法没有依循了 没办法就要管理 所以这都是人设计出来 但是如果你的心 给他拉回自然法 你原来人的自然是怎么 其实是不用管理的 你能不能喝一个水 人是不用被管理的 你们要记这点 其实我们不用被管理 只要我们恢复 我们原来那个心 你出生是怎样 你生出来你就是这样 不要受到这个社会 太多的污染 在你的头部 其实不用被管理的 你也会生活 给他自然 给他快乐 对不对 就是要这样 所以你看生活 在那森林 森林中的动物 或是说这孩子是小时的 为你森林那大时起来 就是保有那个原来的就好 这个就不用被管理 所以我感觉 我们台湾政府 尤其是我们台湾人 这个时代 我们会遇到一个很好的事情 就是说 你我们的手上 我们可以 让我们的国家改变过来 这是不容易的 可能 就这么这一次而已 这边如果起来之后 对我们的后代 不是很好 台湾因为我们改变 所以将来台湾 虽然这样小小一个 像这样小小一个 你怎么 你怎么不知道 他将来是一个强国 对吧 他有可能是一个强国 因为现在的战争 不用武器 你不用用武器 现在的战争 也不用政治 可能经济就给你打垮了 所以那都跟以前不一样 再来 将来的战争 可能用头脑而已 也不用什么东西 所以这就是说很简单 所以我们现在 很复杂之后 要把他恢复到很简单的 原来那个样子 因为 初初有人类的时候 就是没这些 就是把他恢复这样而已 把他发展到很复杂了 还把他恢复到很单纯 要做的是这样 所以是怎么 美国他在国外 占领那些国家 台湾是什么一个 他那些经验里面跟我们说 其实我为什么 告诉你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 他说 他也不要跟 中华民国冲突 他也不要跟中国冲突 所以他的处理 都渐进事 还是他敢怎么做 他去日本 跟日本天皇说什么 跟日本政府处理什么 要做什么 那都美国跟我们说的 他敢怎么做 结果都有 照我们的步骤做 像我们去日本天皇那些时候 日本天皇那些时候 我们刚才拿的 主要叫人送去美国看而已 日本政府还不知道 因为我们要拜会国会 综议会 结果有的不太顺利 让人破坏 有的也没记住 有的人就说 目标没有达成 但是我们有去美国跟天皇 走走走 我们有见面 结果美国跟他们说 你们很成功 结果是怎么 我们去年 拜四天的行程 结果我们的重点 就只有一天 去日本天皇那里 就是说 我们跟他挥手 这个照片一照起来 就是说 他接受我们 同意我们 要不然干嘛挥手 这一幕就照起来了 全世界就看到了 美国就是说 他要的是这一幕 你其他的行程是附带 那是妙境 然后那时候他们就说 今年度 日本政坛会改变 宪法会改 安倍晋三会上来 石原胜太郎会怎样 这都是照我们在走 你们如果 抹政地看有的人 你要看这个 日本政坛现在怎么在改变 这样说都怎么 所以你们的重点 没有在宣传车怎么 宣传单怎么 这人不需要接受 都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的大环境 都把我们设计好 我们大环境就是通过了 我们做这是小case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所以近年期的时候 日本天皇 他不仅是完全知道 他又用一个很多的微笑来回应 因为他不能说话 他只有用微笑回应 所以这方面就是已经可以感觉到 战告一个段落 我们跟日本 现在是交朋友而已 所以我们在推广 你不用怕事在这里 这个大环境都给你做好了 虽然你说我现在听到 还是很多人都没听到 那个都不管 那个也不重要 问题是我们大环境都好的 只是你开嘴巴 出去说的就好了 不管他要接受 不接受都没关系 因为现在是 差不多年中 6月30号左右 这个会计年度 一个阶段 很多事情 会有一个段落出来 民众会越来越知道 按的就是跟他说出来 其他没什么 所以说很简单 所以 不要把压力放在你的身上 你就跟他说的就好了 因为说实在 你越自然 听到的人也会自然 比较没压力 你不要说到大小生 会有很多压力 他就没法接受 所以 你们下一代 有些人还没接受 不要紧 你就跟他说就好了 他就说 妈妈你让骗他了 你怎样怎样都不管 反正你就有什么资讯 你告诉他 我们现在的进度到阶 你告诉他就好了 因为他会听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会突然外面又得到一种资讯的时候 才会结合起来印证 所以你在处来你是负负责 说就好了 你要想看看 你多学员 两千多学员 你的下一代 谁没有两个三个 对不对 那在某一个时段 他都接受了 这就都起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没有担心 说 有人跟没有人 我们是希望你出去说 他现在没有接受 他一定会在某一个阶段接受 因为台湾就一定会起来 现在是客人去串联 要怎么让他接得比较顺势 这样而已 那女婿比较大 扮演一个很重要角色 你说你是衔接跟年轻内带 要怎么起来 你现在一定要接这个围 接的时候 跟时间点成熟的时候 这些年轻在起来的时候 你才能交棒 所以现在女婿比较大 这个任务最重要的就是这里 因为你现在如果叫二、三十岁 来接这个棒 他怎么接不起来 没法度嘛 一定是你要先接 你接接不接后 家的那些年轻 才知道 知道到一个程度 才有法度接 因为他们的人生历练 工作经验也没那么多 所以一定要客你们这一代 先接 这个接 你再想看看 很多先进国家 他的这个政要的官员 最年轻也要四十几岁以上 四十几岁算很年轻 差不多五十几岁 五十几、六十几、七十几 大部分都是那个年纪在处理的 这是先进国家 是都要的 因为你的人生经验比较高 你如果现在叫太年轻的 马上渐 是经验比较高 所以你不要忽略 你这个年纪 你这个层面更重要 因为你这个人生 如果说你到七十岁了 你的人生历练已经七十年了 对不对 这个是金钱买不到的 所以我是希望你们可以乘 把你们好的经验分享出来 因为每一个人 他的领域不同 你的经验是什么 都不同 你如果分享出来 什么一本切 那就不得了了 你知道这边我去日本 进国神社 台湾那里有定期的 差不多三万九千一百的英灵 在进国神社 他们那时候去打战之前 都有什么牌 学界家书 那个牌 日本都给他做备本 很感人 你们以后明年 如果有机会去日本 进国神社 我建议你们可以买这个契 这没贵 你们可以了解说 三万九千一百的人 被人犧牲在那里 他们当初是怎么 删这配合他们家的人 那是感人 那基本人 他也重视他们 不然他不会把他们做菜 还把他们的遗物 种种 还把他们的 他们每一个人 都一个牌位 你对来 什么名字都把你删起来 他们已经过往那么久了 他们一直祭拜到现在 还在祭拜 他们还把他们 董这个国家 一个重要经典 他们有外电 中电内电 那个内电是日本天皇 才能进去 他们日本人都不能进去 结果他只有开放给我们 台湾政府的人 他怎么说呢 在宪法里面 我们算日本天皇的臣民 所以已经认同我们是臣民 所以让我们去到内电 日本政府的官员 还没有进去美国内电 所以今年8月15号 我们的内阁和日本的内阁 要同时在 晋国神社祭拜 那是一个世界新闻 全世界的媒体都会去 要举办这个就是 日本天皇已经承认 台湾是他的臣民 跟他日本的内阁 要做会 同时承认就对了 所以你看看 这意义很大 你只要把这种事情 说让别人听 一直听 听到很多的时候 当然他就相信了 事实胜于雄变 你实在是这样 他又怎么变也没效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 要尽量说 因为我们由于开始 到现在也是尽量说 唯一的方法就是讲而已 其他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 所以我们在这些功课 我们的忙碌都有 我希望你们等以后 尽量利用那个忙碌 听我们的演讲 一直听 什么这种讲师 适合什么人听 你就给他介绍 这样就好了 然后你们有问题 尽量回来 因为你如果介绍新郎来 对不对 你如果带他来 你就可以再听一遍 尽量你去做这样的工作 这样你的这个程度 会提升很快 尽量介绍新郎 带回来上课 这个方法是最好 因为你一直听 一直听 你的问题 一直问一直问 一直讨论 这个是 就像你在上一个学院一样 你来到这 你会把国际法战争法 你到最后你就是专家 像我感觉 我打到现在 虽然我不是念法律的 但是打到现在 很奇怪 那个法律怎么会动 因为他有处类旁通 他会通的 你外来的专家 会变专家 所以秘书长说 医疗 我们台湾就是法律的专家 国际法的专家 所以我们大家都在训练专家 因为时间的关系 大家如果有问题 私底下可以问我 今天就先告这 谢谢大家 请客气 驾嘞 休息十分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